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 南投草屯传出工人疑似触电身亡的意外 这是一名41岁独居男子 长期会接一些电焊工作在家里加工 今天上午使用电焊机具工作时 疑似遭到电击倒卧在客厅 被家属发现之后立刻通报救护 但当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送医抢救宣告不知 救护人员进到民宅内 担架虽还放在外头毫无用武之地 因为男子倒卧客厅 经急救后人失去生命迹象 只是看看遗体旁边 摆满各种电焊工具 其中一项机具开关打开还通着电 台电公司获报赶紧到场断电 救护人员也猜测男子疑似就是触电身亡 疑似是他在家就是在使用那个 电焊器的时候不小心触电 假属看见遗体泪水再也止不住 这名41岁独居男子 平时会接些电焊临时工回家工作 那16号上午使用机具时 却疑似遭电极抖卧地上 让家属难以置信 这个工具上班 以后他建设自己要做 他可能自己做的时候要用头 我看着他说 我们说坐那些弄性弄性 可能做成他有很多问题 需要改管 不小心就会发生电流接触的问题 电焊作业风险高 又避免触电意外 师傅提醒关键是这个 有长时间高电流 经过我们身体可能会出现问题 最主要是注意绝缘的问题 就是地上不要撕 鞋子不要撕掉 只要下雨天我们就不做了 是否因为绝缘没做好 还是设备漏电 导致男子触电身亡 将由检警进步商验 离清死因 接着是陈南的报道